天父的孩子 圣经说 因为耶稣的鞭伤 医治了我们 所有一切的疾病 十字架上 耶稣的鞭伤 打掉了所有的癌细胞和肿瘤 消化 呼吸 泌尿 生殖 运动 内分泌系统等 使你所有的疾病 都完全得医治了 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的循环 免疫 神经 骨头 肌肉系统 感官 全身的器官 都已经得医治了 十字架上 耶稣的鞭伤 使你的脊椎 做骨神经 全身的骨头 都已经归正 都健康了 因为耶稣的鞭伤 你全身的血液 也被洁净了 所有的坏细胞 都变成了好细胞 耶稣的头 被刺伤 拯救你永远 偏离偏头痛 恢复你 大脑的功能 耶稣的耳朵 眼睛 都曾经被鞭打 为了可以使你到老 都可以耳聪慕名 耶稣的鞭伤 使清光眼 白内障 视网膜玻璃 老花 近视 失明 耳聋 众听 都被医治了 耶稣 披带荆棘的冠冕 救赎你 脱离负面的思想 要把你从忧虑 压力中解救出来 使你得享安息 十字架上 耶稣被剥夺一空 为了使你可以 因他的贫穷 成为富足 耶稣在十字架上 裸体示众 为了使你 不用再被人侵犯 凌辱 羞辱 耶稣被拥戴 他的人出卖 为了使你 不用再被人出卖 耶稣死的时候 心脏破裂 流出水和血 使你不会再遭遇 心碎的事情 耶稣说 成了 就完成了十字架上 拯救你 所有的工作 耶稣说 这是用我的血 与你所立的新约 耶稣的血 已经洗尽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挂在木头上 成为那可被咒诅的 使你脱离 历世历代的咒诅 开始蒙福 十字架上 耶稣因背负众人的罪 与天父分离 使你可以永远地 与天父在一起 十字架上 耶稣呼喊 耶稣呼喊天父为我的神 使你可以呼喊天父为我的父 十字架上 耶稣为你成为罪 使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 成为神的义 十字架上 耶稣死的时候 日午变成黑暗 使你的道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正午 耶稣很年轻的时候 就死去 好叫你可以活得很久 日子长寿满足 耶稣仿佛在不受 任何保护的状况下 受死 为了使你可以得到 完全的保护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 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为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性称义 永远得救了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性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被受恩宠了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